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2023年8月4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527天 8月1日晚间 成群的俄军无人机同时从多个方向进入基辅上空 但均被乌军防空部队发现并摧毁 正如我此前所说 基辅是世界上防空网最密的城市 没有之一 这是近来俄军的导弹、无人机 鲜少光临这座城市的原因 昨天的这次袭击 显然是对乌克兰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做出了回应 可惜哑火了 昨天,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丹尼洛夫在电视节目中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使用乌克兰生产的武器 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打击敌人 他说 在这些侵略分子离开我国领土之前 我们不会让他们休息 我们不会询问任何人 如何使用在我国领土上生产的武器 以便在我们认为必要的地方 消灭侵略者 他也表示 棉花不仅可以在莫斯科举行 还可以在俄罗斯其他大城市举行 克里姆林宫必须明白 俄罗斯联邦将无法避免其领土上的敌对行动 我对此的看法很简单 既然俄罗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袭击基辅 袭击奥德萨 袭击地涅波罗 为何乌克兰不可以反过来 袭击莫斯科 圣彼得堡呢 而且我坚持认为 让普通的俄罗斯人尝到战争的味道 有助于更早的结束战争 很多人在键盘上喊打喊杀 是因为那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一旦他们自身有了切肤之痛 就该老实了 回到战场上来 政客杂志8月1日 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 五角大楼预计乌坎的攻势 至少会持续到秋季 其实可能持续到冬季 该官员称 乌军在所有三个方向上 巴克木特以及扎布罗热 东西两线都取得了渐进的进展 但面临俄罗斯的顽强抵抗 特别是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防御 巴克木特方向 北翼仍然比较安静 偶有零星的炮击 南翼乌军则继续在三个村庄 唯一点打员 大量的杀伤俄军增援部队 乌坎总统泽连斯基城 过去几天 乌军在巴克木特前线 歼敌超过一千亿 并造成约一千五的俄军受伤 目前俄罗斯军队正在继续的 向库布扬斯克 莱曼斯瓦托夫方向集中 以期从巴克木特吸引乌克兰军队 但到目前为止未能如愿 过去二十四小时 俄罗斯军队在库布扬斯克附近 发动了阵地进攻 俄独立侦察小组在卡里诺维 攻击俄军阵地 此外 在西南方向 俄军在奥斯基尔河附近 与乌军国土防御101旅 进行了轻武器战斗 目前乌军正在准备反击 有消息称 乌军第十航空兵旅 已抵达库布扬斯克附近 阿弗迪布卡方向 乌军难以取得较大的成功 迫使俄军从前沿阵地撤退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此处切入的一个蝎子 很可能对阿弗迪布卡的俄军阵地构成威胁 这一战果很可能是乌军 第95空中突击旅冲锋队完成的 加坡罗述州西线 乌军和俄罗斯合作包起了饺子 同宗兄弟还真不是白叫的 乌军继续在东西两翼包抄萝卜地迷 加上俄军身后的雷区 包围圈就要形成了 可别以为俄军的地雷不会炸自己人 昨晚俄罗斯人在距前线的30公里的米哈伊洛夫卡村附近 撞上自己部下的地雷 梅利托布尔市市长乌方调侃说 昨晚米哈伊洛夫卡发生爆炸 尤其的是这是占领者的自毁 他们撞上自己的地雷 一辆救货车军事行政机构等立即前往那里 乌军昨日公布了鲍2A6在扎布尔尔方向作战的视频 在视频靠近片尾的地方 一架柳叶刀撞击了坦克侧翼 但没有造成重大的毁伤 豹子还是挺皮实的 俄军道尔M2DT防空系统被摧毁 顺便说一下 许久不曾露面的俄军总参部长格拉西莫夫 昨天突然现身扎布尔尔前线 并在指挥中心听起了汇报 微笑男孩一脸凝重 有点笑不出来了 纵身方向8月20晚 梅里托布尔市中心发生了爆炸 此外 克里米亚的俄37航空兵团基地也在昨天被炸 伤亡数据还在统计之中 有专家分析称 乌军正在策划直接进攻克里米亚 即有此意让战士明朗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被摧毁的俄军火炮到达了27门 自5月以来 俄军火炮损失一乎寻常的多 这样乌军在炮战中取得一定的优势 并且开始逐步的压制俄军炮兵力量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消息 在俄罗斯联邦别尔哥罗德地区 当地国土防御战士开始的配备枪械 分发机枪 反无人机步枪和UAZ车辆 据俄罗斯卫星通运社报道 该部队已有2009.2人 此外 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州州长也在电报中宣布 组建自己的地区军队 武器数量将增至300辆 诸侯们组建地方武装 看似可以解除自由俄罗斯军团 攻入俄本土这个燃眉之急 但也给俄罗斯未来的治理留下的隐患 缅甸、马里、苏丹 这些拥有地方武装和军阀的国家 几十年内战不断 可谓前车之鉴 土耳其总统办公室报告称 8月2日 埃尔多安与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 双方讨论粮食协议 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将继续为延续黑海倡议 做出巨大努力 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俄罗斯愿意立即重返黑海粮食协议 但要满足俄国的条件 8月2日在圣北斗堡 军需部再次被纵火 一个女孩到了军需部门口 把装有燃烧混合物的瓶子扔在门口 点燃后就走了 传美将原污203毫米大口径 M10自走炮 这款火炮是冷战末期到海湾战争时 美军投入的大口径火炮 美国有100多万枚各式203毫米炮弹扩存 可以保证弹药的供应 昨天 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奥德萨 导致伊兹梅尔粮食码头受损 白2日凌晨 哈尔科夫遭到了俄军袭击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八人受伤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的18个月中 有2万至5万名乌克兰人 截掉了一只或多只 最后我想 我也有一个梦想中的一段话 作为今天战报的结尾吧 凡是支付了高昂代价的历史事件 都不应该只是一到一台脚 就能跨过去的历史门槛 如果人们至多是像被绊了一跤 谈谈尘土 头也不回就奔向前去 连一点真正的教训都没有得到 那么人类所付出的生命 鲜血 尊严 不是太清贱了吗 节目最后 大熊啊 还是忍不住说说额粉 他们这些人呢 是愚昧的 是闭塞的 说真切一点 其实这些额粉是狭隘的 是盲目的 他们无法理解 眼前的这个世界 大多数人和大部分国家 来以生存及运转的方式 他们的眼睛里 只看到井底几块 生满苔藓的石头 和头顶巴掌蛋的一块天空 衷心希望乌克兰 尽快获得彻底的胜利 因为乌克兰的胜利 不仅将让俄罗斯收敛野心 老老实实回归本分 乌克兰的胜利啊 还将鼓舞全世界 热爱和平的人们 并惊醒许多以前 被蒙蔽的心灵 从这个意义上说 乌克兰 确实是在为自己 为欧洲 为全世界的幸福而战 乌克兰必胜 要远克兰灰的心灵 都显咬了 感谢观看